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這個近視 事實上我先解釋一下 這個近視這個詞其實只有日本非常特有的一種解釋 比如說我們有說古代史 我們有說中世史 我們有說近代史 近代史或現代史 但是除了日本以外 其實很少人去提這個近視這個東西 如果以英文來講叫Early Modern 那這個Early Modern裡面其實近視有跨到 我們現在跟各位講的什麼東西 有跨到這個安土的時間 然後有跨到哪裡 有近視 這邊有跨到明治初期 這個時間點 所以其實它這個近視是很特殊的一個時代的區分 應該可以說是日本特有的一種時代的區分 在中國史的研究裡面其實也不這麼沉浸式 那中國史裡面大概叫什麼 這個時期大概等於我們的明清時代 明末大概到清初的時候 那剛好尤其是清朝 各位知道 清朝的整個朝代的政權 差不多是兩百六十年左右 很恰巧的近視所謂德川時代 或者是江戶時代 它也是這個兩百六十幾年 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從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權到1868年 這樣各位去算應該是兩百六十年左右的一個時期 所以在這個兩個中日 一個是德川 一個是明清 特別是清朝的時間點在對照的時候 剛好他們的政權都是非常長的 而中間雖然沒有邦交 可是中日的民間的交流 尤其是貿易的交流 還有我在研究的文化的交流 這一塊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活絡的 那等一下我拿一本書給各位看 各位傳閱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很珍貴的這個圖片 等你們看完以後我再告訴你們 為什麼德川這個時代跟中國的關係 這麼樣的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來我說 近視它去跨到明治 跨到安土這樣子 好 那這個部分到明治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名詞出現 這個名詞我們稱為什麼 近代 那近代的時候有很多人 學者說其實很好記 日本如果是近代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明治維新開始嘛 這個也沒有錯 這是一種說法 應該沒有人會反對啦 那明治什麼時候開始就是1868年嘛 那這個是一個劃分 但是也有人說不對 其實近代很早就開始了 至少要在1853年 1854年的時候就變成近代了 那1853、1854發生了什麼事情 日本德川慕福鎖國了兩百多年以後 1853年 這個美國的太平洋艦隊 有一位司令叫做Perry 我想各位都知道 他率了這個船 因為整艘船都是黑的 所以又稱為黑船 這個Kurobune 這個Kurobune就直接開到日本的現在的橫濱那附近 Shimota 夏田那附近去 做什麼呢 要求開港 當然他不是一致一致要求開港 他說我們的後勤補給 需要水 需要做很多很多補給 你就讓我們靠岸 但是靠岸的這個動作事實上是違反幕府的鎖國政策 那美國其實也是藉由靠岸 是他只是假借說靠岸而已 事實上他進去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他開港 那為什麼來兩次 因為1853年來的時候幕府並沒有答應 可是佩莉他們說你不答應沒有關係 我會再來 我會再來 所以呢 1854年的時候就再來 而且帶過美國的總統的國書來了 說希望你開港 最後擋不住了 只好開放了 所謂的門戶開放 那日本話叫做開國 開國 開國了 開國 所以這個開國之後呢 有歷史學家就把它稱為日本近代 這個時期已經開始了 這是另外一個說法 我個人比較贊成這樣的一個講法就是 那開國以後呢 這個日本就開始 有一連串的 這個被迫簽約 比如說 這個日本呢 被迫第一個跟美國簽的這個條約 是名字非常好聽 我寫給各位看 叫做 二十八 寫給 華新 照約 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有日文的 有英文的 至少有這兩個版本 這在日本外交文書裡面 一字不漏了都有很詳細的記載 那各位只要打這個上去 就可以看到這個原文 裡面寫的是什麼東西 當然是 對日本來講其實是不平等條約 就是開放 開放了以後 基本上就是以美國為首的 這個希望國家能夠到日本的各個港口 來做貿易等等 還有很多 其實那些條約 看了以後 就對日本是不利的 這個不平等條約 這個不平等條約一簽下去以後 其他的外國人就跟著來了 就跟著來要簽這個合約 所謂的和親條約 簽了好幾個國家 幾乎每一個國家對日本來講 都是在被罵成賣國 基本上是不平等 這個就是日本當時代的一個近代的開始 所以日本其實有一個危機的一個意思 我們這個國家將來是在亞洲 要成為一個很強的國家 或者是被欺負的國家 而且它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個強大的中國 那北方還有一個朝鮮等等 當然延伸出來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他們從日本人的角度來講 簽了這個條約之後 他們危機感很重 那所以這個名字是從1868年開始 那麼到1894年 差不多不到30年的當中 就發生了甲午戰爭 有沒有 就甲午戰爭 那這個甲午戰爭1895年的時候 我們臺灣就因為馬關條約 割讓給日本 所以割讓給日本以後 就一直到 不是18號 1945年的8月15號 8月6號長期一顆原子彈 8月9號廣島一顆原子彈 兩顆原子彈下去 8月15號朝鮮天皇宣布投降 在這個時間點以後 這個我們臺灣才還給我們 那還給我們之前 其實這50年的時間 從臺灣大學的角度來講 1928年 日本帝國在臺灣成立了一個帝國大學 就是臺大的前身 叫做臺北帝國大學 這段歷史如果各位不清楚 就在我們的校使館 請你們去看 有沒有人去看 校使館去看過的舉手 舉手 舉高一點 沒有去看過的人 請你務必去看 而且仔細的看 進去從右邊慢慢的看 整個殖民史 尤其是臺大的歷史 是怎麼過來的 請各位注意看一下 我們現在說是85週年 是不是 是不是八十幾 如果是1928年來算的話 才八十幾週年 所以我們臺大的校慶 說是幾十週年 八十幾週年 怎麼算的 是從1928年開始算的 從1928年開始算的 這個是題外話 我附帶給各位提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回到一個 從1868年民治政府開始成立了以後 其實背負了很多不平等條約 那這個不平等條約 在日本的民治政府裡面 一直他要思考說 怎麼樣廢除不平等條約 怎麼樣把不平等條約廢除 然後在亞洲能夠把自己的國家的國力增強 國際地位提升 這個跟他們後來延伸成為軍國主義 當然是有關聯的 那甲午戰爭他們打贏了 這不得了 因為我們一直講到1894年的時候 日本從來不是亞洲最大的這個國家 而是中國 但是亞洲最大最強的國家被我日本打敗了 也許他們很難相信 可是事實打敗了 這是一個 那各位再看往下 到1904、05的時候又發生什麼事情 日本跟俄國戰爭 俄國是北方的世界強國 日俄戰爭的結果雖然戰得非常激烈 也戰得快輸掉了 可是最後的結果是贏了 好 兩次戰役 讓日本人信心開始恢復了 就是說我在世界上可以跟任何一個歐洲的國家 平起平坐 而且在亞洲我是唯一擁有殖民地的國家 那是1894年 所以之後各位可以看得到 後面就來了 在1910年的時候叫做日韓合併 他們叫黑鍋 這個也是一樣 一直到1945年 所以韓國真正的被日本人統治 也高達31年之久 也高達31年之久 那後來他們也去統治的滿洲 各位知道 統治滿洲也差不多有13年 就現在的長春那附近 還有一個一直到1945年之前 前面還有一個事情是什麼 1941年珍珠港事變 有沒有 還有一位他們的海軍的將領非常有名 叫三本56 59歲的時候就去世了 他在偷襲珍珠港的時候是大勝 可是之後被美國反制了以後 事實上他其實是自殺身亡的 就是說以泄國人 當時只有59歲 1941年的時候不是只有去攻打珍珠港而已 他同時往東南亞去發動攻擊 去發動攻擊 因為東南亞 比如說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有橡膠 橡膠這個產地 是世界應該是前幾年的 那當時在戰爭的過程裡面 橡膠對於軍事的一個用途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必須要把他佔領下來 比如說香港也被佔領了 新加坡也被佔領了 那所以當然在這個佔領的時間很短 只有三年多 然後就因為那兩顆原子彈 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 否則整個東南亞也有很多國家 也是淪陷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侵略當中 這個是一個史詩 好 那現在我們回到這個晉世 江戶時代 請各位看八十八跟八十九頁 那這個時代裡面我們有很多 有關於日本文化要跟各位做一些介紹的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說 他是實施一個鎖國的政策 什麼叫做鎖國呢 基本上是封閉的 那這個鎖國並不是在德川家康 得到政權的時候就實施鎖國 我剛剛提到的禁止西洋教 也不是一開始就禁止西洋教 而是後來發現到這個西洋教 在傳教的速度 以及信徒的增加的那個速度之快 讓幕府警覺到這個非常的危險 可能會維繫到這個政權 因為各位知道 江戶幕府德川這個時代 對於人民其實是有階級的劃分的 也就是士農工商 你一出生下來 你是什麼階級 你就是什麼階級 並不會有所改變 但是西洋的宗教 西洋的民主的一個思維 其實都是在宣達一個理念 叫做人生而平等 尤其是平等這兩個字 對當時代的幕府為政者 非常敏感的 這個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這個東西我想 他們就開始有禁教的這個動作 而鎖國呢 是大概德川政府一開始 到了第三代 第四代的將軍的時候 就下了連續有五道的命令 在最後真正的實施了鎖國 而這個鎖國是很徹底的執行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在日本國內的外國人 不可以出去了 這很嚴重 突然被宣佈 比如說我是在台灣 然後日本政府說 你不得出境 你怎麼辦 他不管你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在外國的日本人不得入境 有家回不得 就實施了很嚴厲 這是一個 那事實上這個鎖國是不是都沒有 沒有一些死角 當然有 事實上還有一些外國的東西 外國的勢力 船隻人員 進到日本去 那第一個當然是開放式的 就是長崎這個港口 讓中國的船隻 跟荷蘭的船隻可以進去 這是第一個 那其他其實在北方 像蘇二北方他們其實 也不斷的往這個北海道這邊來 想要進到日本來 那還有一個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各位看一下 關門海峽那個地方 其實跟南韓的最南端的城市 有一個城市叫做釜山 釜山跟伯多相望 其實那個海峽是很小的 中間還有兩個島 一個比較大一點叫做對馬 智西馬 一個比較小一點的叫做伊吉 那麼這個都是一個跳板 從這裡其實是朝鮮 跟九州這個地方 其實有很多是 在所謂鎖國的防禦裡面 其實它是有漏洞的可以進來的 另外從南部來看 琉球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一個群島 你要整個去鎖其實也很難 比如說漂流 或者是非法入境 有沒有 其實都有 但這些其實整個國策來講 大原則就是鎖國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因為鎖國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自己在發展 自己國內的一個產業 所以當時號稱三都 在經濟上 因為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戰爭 內戰所造成的這個結果 讓日本的經濟沒有辦法起輝 所以德川得到政權以後 他們知道經濟的起輝 然後這個生活的安定 財政的穩健 這個才是一個將來國家發展之道 所以當時就出現了三個地方比較重要的 叫做三都 那這三都當然是江戶 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大阪 還有一個是古都 那當時代的江戶 應該是比較新的一個城市 那大阪呢 他另外有一個稱呼 叫做天下的廚房 各位知道廚房在做什麼 你到廚房去一定有的吃 對不對 然後吃的時候就跑到廚房去 換句話說 天下的大所在通商的過程裡面 貿易的過程裡面 它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各位如果你們有機會 將來做那個直升機 到大阪的上空 你去繞一下 你會看到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景觀 什麼景觀呢 到處都是河川 而這個河川跟蜘蛛王一樣的 四通八達 這個呢 自古以來其實大阪它本身就一個山崗 這個山崗讓這個船隻 是進進出出 不管是陸運 不管是海運 甚至於現在的這個空運 大阪它都是一個商業繁榮 不可缺少的一個城市 那這是一個山都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京都那不用講了 因為之前我們一直在講的 其實是一個古都 是文化發展之都 這個山都呢 所以他們的這個經濟慢慢的起序 那文化的要素如果要發展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是要老百姓 生活平穩的狀況之下 才會有形而有力 有能力去發展文化這個東西 比如說中國呢 這個文化的發祥地 大概也是在 經濟最富庶繁榮的浙江地區 它是中國發展文明文化的一個根源 這個不會錯 為什麼 因為那是稻米之鄉 因為它是商業發達的地方 是一個複數的地方 是從那個地方帶動起來的 幾千年到現在我想應該沒有變過 所以這個時候呢 文化的發達慢慢的就會讓一般的老百姓 也能夠參與 反映出來就是 這個文化的發達是多元化的 是往平民的方向繼續去發展的 這樣子的一個時代 而這個時候還出現了一個叫做 丁仁文化 丁仁文化很重要 叫做丁仁文化 這個丁仁文化 丁仁到底是什麼 丁仁呢 我用兩個字來講 就是 國修 可以用這樣的來講 但這個國修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大企業家 在現在也有國修 可是他不是只有會賺錢而已 他是有錢沒有錯 可是他很有人文素養 他非常對文化的發展 這一塊他非常的重視 所以他就 這一些人去發展文化的要素 有錢你還要願意拿得出來 那這些人去幫助這個 這個時代的這個文化的一個發展 所以有一個丁仁文化 是這樣子產生的 大概這裡面的一個背景是這個樣子 那另外我們會提到一個 將入時代的學問的發達到底是怎麼樣 我想這個是今天可能是要 再來我要跟各位介紹的一個重點 那各位知道 這個 朱子學這個名詞 就是所謂的新儒學 又稱為新儒學 在這個德川時代 在這個德川時代是被列為官學的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集合國家所有的力量 要來興起的一門學問 叫做官學 這個是非常不得了的 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因為朱子學其實各位知道 它是言語言語中國大陸的 可是到江戶時代 卻要把中國的朱子學變成官學 這其實是不太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我可能要給各位一個概念 朱子學變成官學以後 不能等於所謂的日本的儒學 他們稱為儒教這個東西 也就是源頭在這裡沒有錯 可是經過他們列為官學以後 開始去發展出了一套日本的儒教 我這裡特別畫上一個不等號 這個概念各位一定要有 也就是不同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其實各位知道 中國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人物 叫王陽明 陽明雪 他出生在浙江的漁堯 跟朱順水 跟黃中溪 他們都是同一個家鄉出生的 非常有名的 特別是陽明雪 而這個陽明雪 他也是後來傳到哪裡 朝鮮 然後傳到哪裡 日本 那這個朱子學 我剛剛也忘記講了 朱子學其實也是一樣 他先傳朝鮮 後傳日本 一樣的 朱子學也是透過朝鮮傳到日本去 陽明雪也是朝鮮也有陽明雪 日本也有陽明雪 這個地方也是同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不能畫上等號 不可以畫上等號 也就是我要講的說 中國的陽明雪跟朝鮮的陽明雪 它是不同的 是有所不同的 中國的陽明雪跟日本的陽明雪 也有所不同的 也有所不同的 那這個我想 我寫了一個書品 那同學來閱讀 閱讀一下 因為它其實有一整本書 我針對這一整本書 大概也寫了不少字 寫了大概五六千字的這個書品 所以請各位 你們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 說整個陽明雪在東亞的世界裡面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一個思想 我想讓各位 你們去做一個了解 這個是一個 另外持續的 當然就有一些 障壁畫 裝飾畫 還有一個 マキエ 有沒有 マキエ 這個 漆繪 這個東西 等等 有關工藝的部分 當然有田燒 持續的在發展 另外還有一個是 オニ 織物 織物 這個 織品 織品 做這個衣服的 這個產業非常的 興盛 再來因為前面所講到的印刷術傳過來以後 這個印刷術在這個 江戶時代更加的蓬勃的發展 還有一個酒 還有一個醬油 其實還有很多 很安心 有沒有 可是在日本 他們代代相傳的一個 鐵填古里的一個醬油 非常的貴 貴到你可能買不下去 可是你至少吃得安心 那你用手去把它填的話 那個味道只有自己去嚐才知道 後面非常的甘甜 可是它製造的過程 非常的精緻 而且冗藏 而且都是鐵填古里 這些東西其實是有帶我們去學習的 另外我提到這個酒這個部分 日本修有沒有 比如說清酒 日本酒 我要問一下 各位知道 在日本的酒有多少種類 我本身不太喝酒 所以對酒也沒有什麼研究 但是請問一下日本的酒 清酒 日本酒 種類就好 有幾種 各位知道嗎 嗯? 三千種 不只 至少我知道了大概八千種以上 可能更多 而我們台灣好像只有米酒 而且常常出狀況 就是買不到米酒 也就是日本其實它是對這個酒 是開放競爭的 開放競爭的 而我們的公賣局好像 這個從 自古以來吧 從我知道公賣局就掌握了這個 煙酒工業 因為它是一個有利可圖的一個 那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商品 所以我們到現在的米酒 大概邊來邊去 就是那幾種 就是那幾種而已 所以這差很多 差很多 這個發展其實我們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多樣的文化裡面的一個產業的發展 到底怎麼樣 當然我們也可以把日本跟台灣拿來做一個對比 另外 另外現在有兩本書 這個書請各位傳閱 這個書其實是一個史料的介紹 這個史料的介紹就是在 德川的鎖國的時候 有貿易船到長崎去 我講的貿易船是中國 中國的貿易船到長崎去 我剛剛已經講到 進世的時候跟中國的民末清出的時間點是相對的 那民末清出在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戰亂 也就是說 明朝的滅亡是在1644年 1644年 好 往前推 其實各位看一下 這個1603年德川就開始了 對不對 所以到這個1644年的時候 其實德川已經到了前期的 還不到中期的時候了 那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就是所謂的明朝 那各位知道1644年 有一位皇帝叫做崇禎皇帝 是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在眉山致意上吊自殺 各位知道 他上吊自殺以後明朝就算結束了 好 這是一個 那明朝結束以後 後面還有一個叫南明出現了 這個南明其實就是鄭氏一組 鄭志龍 鄭成功他們 那他們本來是在發展的地方 其實是在東亞海域做貿易 所謂東亞海域其實就是從中國 那麼到東南亞去 那麼到日本去做貿易 但是明朝亡國以後誰打下來了 這是滿清嘛 對不對 所以滿清的時候等於是 漢民族統治的一個這麼大的中國 一組了 變成滿族在統治中國 這個時候就很多人逃到日本去 到日本來 而這裡面跑到日本來的就有很多文人 就是知識分子逃過來的 不但這個時間繼續討 而正是這個政權 他後來從大陸退到台灣來 才有鄭成功趕走荷蘭人這段歷史 那趕走荷蘭人以後 這段歷史一直到什麼時候 1683年 1683年 剛好是40年 南民的政權的舞台就是在台灣 就是在台灣 到最後1683年之後 台灣又回歸中國大陸的管轄 而那個時候中國管大陸 是已經是滿清了 所以之後才有所謂的嘉慶軍 由台灣之類的故事出現 各位都很清楚 有沒有 所以這個潮流在1644年 明朝滅亡的時期 有不斷的有很多文人過來 可是這個時期還持續的一直有人過來 持續的一直有人過來 因為大家都不想回去 因為他不是和民族統治 而是一個滿族的統治 這個就是有一個國家認同的問題 所謂identity的那個問題 而我研究的這個人物就是這個 那這個人物也許各位不太清楚 可是這個人物你們就清楚 ミトコモ 你們可能知道 那在日本是家喻戶曉的 沒有人不知道的 德川光果 這個多拉玛演了將近四十年 一個多拉玛可以演四十年 而且水戶房門的主角換了三個還四個 我都記不清楚 繼續在演 表示他在日本是相當有人氣的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逃到日本去 先逃到長崎去 後來被德川光果知道說 他非常有學問 所以就聘他到水戶去 所以他是德川光果的老師 也可以稱為國師 也可以稱為國師 老師到德川光果去 那水戶 各位知道 我現在先告訴各位 這個德川這個時代 我們再來要介紹的是文化史 可是在整個組織的架構 我先讓各位了解 他是一樣跟這個 有兩個字 叫做幕府 所以他的 幕府的架構 在整個國家的營運上的組織 叫做幕漢太子 那重點就是在這個繁 這個繁就是每一個繁都有諸侯 日本話叫做大米 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大米 就是各地方的這個諸侯 這個很多 那這個木繁體制是一直延伸到1868年 明治維新以後開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明治維新之後的1871還是74的時候 才把這個繁廢掉 叫什麼 廢繁制維 把這個繁給廢掉 然後現在各位在日本有什麼長崎縣 三重縣 靜鋼線 有沒有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我就講到這裡 現在回到木繁體制 木繁體制直系的就是將軍府 將軍府的大本營就是在江戶 也就是現在各位到東京看到的皇居那個地方 將軍府直系的以外 還有這個所謂的玉三家 玉三家都是德川家綱的後裔 這第一個是 好 各位看一下 歐瓦利這是一個德川家的 歐瓦利是現在的什麼地方 明谷 現在的明谷 Kiyi 是現在的什麼地方 河戈山 和歌山 Mido 那就是現在的Mido 在茨城 在茨城 我現在給各位看的這個資料 就是在這裡的 而因為我現在用紅線畫過去 因為他把他當為老師 因為德川光國請了這個諸順水 到東京到水戶去當了老師 所以因為他很有學問 所以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 珍貴的資料 而這個資料三百多年了 從來沒有公開 這本書是第一次公開 第一次公開 我們一公開就有三百八十章的圖錄 所以現在在日本也好 在中國也好 甚至在台灣的學術界 大家都很關注 他的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將來對這個人物 延伸出來東亞文明的一個研究 會持續的發展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背景裡面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當然我們這個資料 之所以能夠公開 幕後有非常多的貴人 對我來講是N人 還有一些好朋友 在學術界的朋友 在水戶有一個地方叫張豪館 各位看一下就知道 那個館長跟他的先生 是水戶的第十五代 他們保管了三百多年留下來的 傳統的這些東西 總算願意公開 非常感謝他們 那他同意我去組織一個 跨國的一個研究團隊 去調查 然後去做視解 把這個文獻的內容稍微做解讀 公諸於是 這是一個 我們同行的學術圈裡面 非常振奮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不是只有公開這一本而已 我們第二年的調查 其實在今年的九月已經完成了 所以明年的六月會有第二本 跟這樣的圖錄又會出來 第二本就是寫這個人 德川光國 第一本是寫朱順水 第二本是寫這個德川光國 明年還有第三本會出來 就他的資料其實太多了 多到可能連館長都不知道他裡面到底有什麼寶貝 他都不知道 那特別是 其實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裡可能趁這個時間也跟各位做介紹 也許各位看不到 也許各位看得到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非常珍貴的一個次數 從來沒有被發現 我找了這個次數找了28年 這次被我找到 被我們的團隊發現了 就這個地方 南明的時候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 在南明的時候 其實明朝的政權完了以後 南明的政權除了正式的家族以外 其實有很多王 有沒有 貴王 魯王 唐王 什麼王 這段歷史各位都念過 其中有一個魯王 這個魯王是鄭成功希望去宮南京 繼續回到中國大陸去 反攻大陸的意思 裡面這個跟魯王是有關係 而魯王是明朝這樣延伸下來的一個 這個有血脈有血緣關係的一位人物 他叫做堅果 然後這個堅果最後有一個印 堅果如九年三月 這個九年我們給他算出來1653年 那各位可能不知道 魯王的墓在哪裡 我跟各位講 魯王的墓在金門 他退守到金門的時候 魯王是死在金門的 而我們算了時間1653年的時候 魯王寫了一個招書 我們叫次書 堅果的意思就是他不是王帝 但是他是代理國政 因為國家已經亡國了 那他要反攻大陸要恢復明朝 所以他用堅果 這時候堅果也不是他一個人 還有貴王其他的王 但是他是屬於魯王 這個魯王跟鄭成功有關 魯王跟誰有關 跟朱順水是最好的 因此他這一封招書是真姬 從來沒有出現的 這個真姬很奇怪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在哪裡被發現 在水戶被發現 所以我們被發現 當天我們發現了以後就開記者會 很多記者就來採訪 包括獨賣 還有當地的記者 我這邊有一些新聞報導 還有朝日的新聞 我回到台灣來 還好幾封信來問這個次書的事情 我寫了很長的回應的文章 我們團隊中國大陸的學者 在中國大陸也持續地發表這個文章 所以這是很難得的一件真姬 被發現了 確確實實是有這個東西 朱順水對他有一個回應文 早都有了 可是有人說朱順水自己在膨脹自己 說好像魯王召喚他回去 所以他寫了一個回應說他不能回去 但事實上也有學者說那是朱順水騙人的 可是這一封招書出來的時候 證明朱順水沒有騙人 確確實實魯王要召喚他回去 寫得非常清楚 而且這種招書寫得非常感動 裡面的內容是非常感動的一封信 而且這個字不得了 如果你們想看的可以來看 好 也就是說 其實我在做這一段歷史 各位知道也就是中日的 特別是文化的交流史 其實延伸到現在 我已經從德川的初期 一直做到現在的明治的初期 已經做到明治的初期 明治的初期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 第92月來跟各位講一下 那先看一下這個PowerPoint 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這個朱子學 從朝鮮傳到日本去 我們要提到一個學者 叫江康 這個學者 各位看PowerPoint 朝鮮的這個儒學者 在慶場之役 所謂慶場之役是什麼 是封城秀吉去攻打朝鮮裡面的一個戰役 那時候被日本軍隊俘虎了 一個俘虜 這個俘虜被抓回去日本 抓回去日本其實 但是這個江康本身就是韓國 朝鮮 那個時候不能講韓國 朝鮮的一個儒學者的一個代表人物 非常的有學問的人 所以他被儒去了以後 他跟一位Fujiwara Seika 我已經講過了 上一次已經講過 Fujiwara Seika其實是京都的 像國式的一個僧人 那德川家康得到政權以後 其實是要請他來普及學問 他說他沒有這個意願 但是他很嚮往中國的學問 後來他也離開了佛教生旅的身分 而進入到儒教界來 可是他並沒有答應加光 去處理這個後面的德川幕府的 一個學問的發展 而是推薦了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林羅山 我等一下介紹 那這一個江康在日本的時候 就跟這個Fujiwara Seika有所接觸 不但接觸 Fujiwara Seika很欽佩說 這個江康你對這個儒學 為什麼學問這麼好 其實在傳播這個 朱子學的這個想法 那麼給日本這樣 當然他對日本也有一些看法 所以他回去以後 對日本 也就是說當時代的江康 一個朝鮮的知識分子怎麼看日本 他寫了一個叫做看洋路這本書 這個看洋路這個書 就是照其朝鮮知識分子看日本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文獻 這樣子 那Fujiwara Seika我再跟各位複習一下 他原本是京都相果式的這個禪生 那因為受到江康的一個交流的影響 他還屬了 也就是說他離開了這個僧侶的這個身份 那麼把這個儒學的體系呢 這個加以發揚光大 而且獨立出自己的學門 這個儒學的儒教 在日本叫儒教的這個門派 叫做京學派 叫做京學派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那下面就是 我們剛剛跟各位講到的就是 林羅山 這個林唸成hayashi naran 在日本如果將來 各位跟日本人交換名片的時候 常常有姓林的 那多半我都先發音hayashi san 大概就八成不離世 那如果因為中國人也好 其實台灣人也很多人姓林 這個時候就用印度 私は林です 這個林です才有可能是外國人 但是他如果說私はhayashiでございます 這個時候應該是日本人 所以這個林羅山不念林ら然 而是念hayashi naran 他是道道地道的日本人 他經過這個自己的老師 藤原新我的一個介紹 而且其實他在學術的爭論 一開始跟老師 並不是完全相符合 可是最後他很欽佩 這個Fujibara Sega 而成為他的弟子 最後他介紹他到德川家綱的政權裡面 去傳授儒教 在上野設立了學問所 上野就是現在的上野 古威諾 那個地方設立了一個學問所 奠定了江戶時期朱子學的一個基礎 大概是這樣 那山都就是我剛剛已經有提過了 京都大阪 江戶 大家去了解文章 稍微做一個了解 他的歷史背景怎麼樣 跟文化的發展又是怎麼樣的一個關係 請各位去做一些了解 那我們再看一下九十二頁這個地方 這個穆番體字我已經有講過了 那現在還有一個第二段這個地方 穆府的大明是很多的 我剛剛講過這裡有沒有 這裡很多大明 這些大明將軍為了要去好好的 這個管理大明 他必須要有一套制度出來 這一套制度我就不寫黑板 各位看一下 參勤交代 有沒有 三勤交代 這個請各位畫起來 三勤交代一個制度 這個三勤交代的意思就是說 大明一年可以在領地 比如說你是福岡 那你就一年住在福岡 那另外一年你可能就要到江戶去住 但是大明的妻兒基本上都是住在江戶 美其民是照顧他事實上是當仁子 有一天這個大明如果在領地做壞事 貪污 胡作揮違 那麼先殺的就是欺兒 其實這個是有人子的這個味道 這個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可以促進經濟的繁榮 交通的發達 所謂三勤交代的意思是一年領地 一年江戶 一年領地 這個來來回回啊 這個可是勞民傷財啊 那這個大明他要到江戶去所謂 我們現在的話叫反國素質 向外交官要回來報告 這個時候他是很遠的地方 比如說鹿兒島他要回去 對不對 東北的地方他也要回到江戶去 那是要好幾個月的行程啊 而且一出門的時候絕對不是一個 一個大明他是一個人回去 他不是 他一定是帶了很多家臣浩浩蕩蕩的 他是有轎子做的 人家抬的 然後武士 比較高級的武士 在他前面後面是當保鏢 是有馬可以騎的 然後一定要拿棋子的 那後面才有一些一般的士兵跟在後面 用走路的 那請問他們要不要吃 要不要住 三餐 還要住 還要買東西 這就是活絡了經濟 然後活絡了交通的發達 另外江戶時代我剛剛提過了 就是說身分的制度 這個定得非常的嚴格 很明顯的 就是士農工商 那麼這裡面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就是農民的總人口的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八十五 百分之八十五 相當高的 當時大概百分之 比如說當時的人口以三千萬來講 那六到十百分是五市 八十是農民 那麼六到七百分是所謂的丁人 也就剛剛我講的這個豪商 豪商的這個丁人 大概這樣子 那每一個身分基本上 他是從親から世襲的 他是世襲 就是你爸爸原來是農民 你出生以後不會變五市 你就是農民 以此類推 這樣的一個階級化分 是非常清楚的 這個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外來的宗教傳進來 比如說各位看九十三頁這個地方 其實在1549年的時候 就有耶穌教會的這個 非常有名的一個傳教士叫Sabiel 他把基督教傳到日本來 總之這一些傳教士進到日本以後 他就會把歐洲的一些文化帶進來 像在明朝的時候其實也是有 很多的傳教士到中國去傳教 那當時的明朝的皇帝 並沒有把這些傳教士說 你們不可以來我要進教 或是你來我把你殺掉 不但沒有殺 反而把他們當為老師 我舉兩個人物你們就很清楚 一個叫湯諾旺 一個叫南淮仁 有沒有 湯諾旺也好南淮仁也好 其實都中國人給他取的一個名字 事實上他都是外國人的傳教士 可是最後都到朝廷裡面去做事 到朝廷裡面做事的意思是什麼 那就是我的政權認同你的這個西洋教 不但沒有進你我還認同 這個東西各位也有一個概念 也因為中國對於西洋教他不但沒有進 反而是承認他 而且對他很理喻 所以中國傳把這個從中國帶進來的西洋的東西 日本幕府在鎖國的時期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這個中日之間也在時代的這個劃分裡面 我們去做一個比較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最後有一個這個幕府對基督教禁止 也就是基利斯坦的唐阿茲這個東西 因此有這個洋教的問題困擾的德川幕府 所以他們對於外國傳之 荷蘭中國的傳之 到日本來做貿易的時候 他們要管制的 他們要管制的 那這個管制在上上堂課都已經講過了 荷蘭到哪裡去 到粗島去有沒有 講過了沒有 然後中國傳到哪裡 中國傳到哪裡 中國的貿易商人進到長崎去 要到陶陰屋屋有沒有 唐人物不是有講過了嗎 所以這個請各位了解一下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之前我們打開 九十四葉的時候 有所謂 呈下丁這樣一個名詞有沒有 有管制 也就是說到這個時間點來 大部分的小城都是在平地 都是在平地蓋 那在平地蓋的時候呢 他就以這個城堡為中心 以這個城堡為中心一直延伸出去 除了居住交通以外 就是活絡商業的一個行為 換句話說 以我們現代化的來講 就是說商業都市的機能發展了 我們經常要說 生活的機能條件要好 這個房子的價錢才會好 條件才會好 這個也就是說 在當時的城下丁 除了武士商人 還有一些專職的一些人 慢慢的圍繞著在這個城的周圍 定居下來 這個是慢慢成為一個所謂的 剛剛我提到的這個山都 甚至以外鄉下的一些都市裡面的 一個怎麼講 消費都市 就是一個group一個group的 一個消費型的一個都市 就慢慢成型了 這是一個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一個是東西日本的問題 大阪是在西日本的一個經濟的中心 京都是日本古代的一個歷史 同時是文化的這個古都 天皇古代大部分是居住在京都 那寺院裡面有所謂的 Otera還有神社 非常非常多 京都裡面也有很多 比較古老的這個文化跟所謂的文明的進化 包括這個像這個五福屋有沒有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河湖 河湖這個東西 其實監督算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流概修是什麼 就是說那個可以換錢的地方 可以換錢的地方 那還有西京織有沒有 西正之 京都的那個染布的 或者是京焼 剛剛我們介紹什麼東西 九州有有有有 但是你到京都來有京焼 你到瀉頭那裡去有 有那個瀉頭焼吧 你到哪裡去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這個焼物 這些都非常的這個發達 好 那近似的 我們再看一下各位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圖片各位可以了解 這個東西就是織物 西金織 各位如果你到京都去的時候 可以到一些比較有名的 有傳統有歷史的店裡面去放一放 其實也不用錢啦 去開開眼界 因為它很貴 那是很貴 相當的貴的 那這個就是他們在織布的 這種情形留下來的畫 那初期的文化 我們現在各位看一下 這個九十五頁這個地方 之前我們跟各位介紹 江戶初期跟這個 士丁時代就有的一個叫做 五三文學 五三的長生的這個文學是 以朱子學為中心的儒學 那麼這裡面就是提到 剛剛這個 福父原聖賀跟這個 林蘭燃 他們怎麼樣去普及這個 儒學的這個教育 同時呢 除了這個外來的學問以外 江戶時代在寬容的這個時期裡面 还有在文艺方面的 日本自己的文化产生了 比如说甲明朝子 还有这个还该这个部分 就是用甲明写的这些书 还有一些就是说 为了道德的教育 或者是教训小孩子的一种 教育的一些书籍 或者是文学的作品等等 在这个时代也非常的发达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这个东西也流行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松永珍德 松永珍德就是真门的一个海开 非常重要的人物 各位看一下 这个Propoint这边有 这个海开的一个代表的人物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 江户初期的一个文化的代表 那下面当然还有一些 有关于比较有名的 像原路时期有两个人物 将来有机会我们跟各位介绍 一个叫锦园西赫 伊哈拉西角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松尾芭蕉 因为松尾芭蕉是一个 技型文学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曾经写过一个奥芭蕉 奥芭蕉路非常有名 奥芭蕉路非常有名的 那再来我们看看建筑的这个部分 也许日光各位去过 也许没有去过 日光在栃木圈 栃木圈 要去的话其实还要克服一个问题 如果会晕车的人上去的话 最好是坐火车中间再去换 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们宜兰那里说 早期有九弯十八拐是不是 他不是喔 他是六七十拐 他是绕着这个山江 一直有弯一直有弯 每一个弯有一个号码 大概你看到将近七十个弯的时候 大概到了 大概也很多人撑不住 这个坐在车上会吐 最好是睡觉 那么到那边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日光的 东照宫的这个全景 那这个东照宫 其实他是 这个供奉德川家康的一个庙 这个叫做东照大权宫 这个叫做东照大权宪 这个念台康宫 这个是一直到第三代的将军 叫做嘉光的时候才把他移到那里去的 事实上原来德川家康的一个东照宫是在静岗的地方 在静岗的地方 那现在这个地方是变成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面它有一个称呼 这个称呼叫做灵庙 有没有 各位看一下 礼庙建筑 灵庙 它本身建筑就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可以将来各位如果去的时候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这个是日本灵庙的一个代表 那各位如果到京都去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看到另外这两个建筑物 一个是北野天满宫 北野天满宫也是一个宫建筑 这是一个日式的一个建造的方式 北野天满宫其实供奉的就是那个日本学问之神 叫做菅瓦羅の道山 后来被贬到这个伯多福岡去了 福岡那边有一个达塞府 达塞府那边有一个达塞府天满宫 跟这个天满宫是一样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这里其实种了很多 这个是梅花 这个是梅花 不是樱花 不是樱花 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 现在去 现在 现在十二月 还有到一月的时候 你如果到这个北野天满宫去的时候 那樱花盛开是非常漂亮 然后我告诉各位看完以后 你要从旁边的巷子走出来 因为那里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卖麻糬的 我每一次一定要去吃 而且是买了一大堆请人家吃 超好吃的一个麻糬 旁边的巷子不要从大门 从大门你就看不到 那这个是一个秀因之古里的一个代表 它是茶室的另外一个建筑物 还有一个是京都的这个桂梨宫 有没有 葛拉里宫 这个是树寂屋灶 树寂屋灶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是日本的寺庙建筑的一种特殊的建法 叫做寺屋的作り 那么这个桂梨宫它是一个书院 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代表 在哪里 在卡兹拉岡旁边 桂川的旁边 我一天到晚都会开车经过那个地方 一样 各位要去看桂梨宫的时候 旁边有一家中村萱 那个萝莫鸡超好吃的 一定要去吃 我每一次只要有客人来 一定会带他去那里吃 因为徐老师很喜欢吃 那这个桂梨宫你要去看的时候 要先预约 不能说你去了就可以进去 不行 他是要先预约才能够去看的 下面我们再看美术跟公益的这个部分 美术跟公益早期就是德川的一个初期 有一个叫做宽永期 宽永就是诗期 一直延伸到中时期的原路时代的时候 美术的公益就很多创新的东西 包括绘画 这个寿野派一直传下来 有一个叫寿野探忧 他们的御庸会师在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活跃 请各位打开九十五页 其实日本的江户时代的文化 大概有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称为初期 日本有一个年号叫做宽永 这个是宽永文化初期的部分 第二个中期比较发达一点的 称为原路 最后木末的时候有一个后期的文化 这个后期的文化 大概是文化文政 叫化政文化化 每个时期各代表着 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发展 而且每个时期都传承了 前面我们提到的 安土陶山文化的一个传承 这个特别是到十七世纪前半期 就是德川政权开始稳固了之后 就来了木凡体制 这样一个制度 上次我们也提到 木凡体制 在这个制度下 所产生的一些文化的发展 这个发展 就是我们今天要再跟各位 做一个介绍的 第一个是江户时代的时候 其实株子学它是非常发达的 这个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日本传统的文艺 这个部分 也跟各位上次也介绍了一些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是有关于建筑 这个建筑是寺院的建筑 比如说这个看PowerPoint这里面有 北野天满宫 这个是全县造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寺院的建筑 这是在京都 那桂梨宫也是一样 这个树济屋造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属于日本的一种 寺院建筑的一种建造的一个方式 大概宽永有这三个文化的一个要素 那我们继续看你关于美术 跟工艺的部分 宽永时期这个时候 文艺非常的发达 那么一直到这个中时期的时候 有一个原路时期其实它是最灿烂 最发达 因为那个时候等于是最和平的时代 最稳固的一个时代 所以那个时代又创出了一个新的 一个文化的一个高点 发展的一个高点 那绘画的部分我想寿野派 我不断的跟各位做了介绍 所以寿野派以外 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画派也是有的 比如说各位看一下 这个叫做タワラヤ タワラヤ ソウダツ 这个它就是不同于寿野派的 它是トサハ トサハ应该是在四国土左派 它是独创一门的一个画法 比如说这个 風神雷神土的屏风 画得栩栩如生 这个其实就是跟当时代的信仰 宗教的信仰其实是有关的 那这个东西一方面 它是表现出当时代的一个信仰的 想象的一个描述 同时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是可以折的 这里面有四面屏风把它摊开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那事实上可以做不同角度的一个隔间 屏风 所以它有双重的这个目的 所以这个 他在这一方面的作品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装饰画 装饰的这个部分也相当的发达 另外还有在其实还有画家 另外有一个叫Ogata Korin就是称为Limba 林派 林派他有一种这个画风 特别是有关于这个花 花鸟 花鸟的画的这个林派的画风也非常的有名 那另外再看一下在PowerPoint里面 这边有一个Honami Kowetsu 这个是相当有名的 这个应该是船桥啦 不是船桥 是舟桥 都是念成船橋 Makiye 十字机抹口 那Makiye其实各位看漆气 漆气非常光亮 有没有 这个就是Makiye 然后十字机抹口 当然各位知道它是十字笛 十字笛抹口 它是放燕 它是就是燕台的意思 就是燕台的意思 那事实上它这个也是有多功能的 除了一个观赏之用 表现出它的那个Makiye的一个水平的高度以外 它其实还有一个是装饰的作用 另外一个是它事实上是可以当燕 燕台 那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这个Kowetsu他所表现出来的 除了这个艺术以外其实是逃逸的这个部分 也是相当的有才华的 那其实我们已经讲过就是 封城秀吉他到他去攻打朝鲜的时候有两个战役 一个叫文露之役 一个是庆藏之役 文露也好 庆藏也好 是当时代日本的年号 那这两个战役其实就是另外有一个讲法叫做 朝鲜出兵 这个朝鲜出兵去打的时候 后来他们把朝鲜的这个逃功给抓回来 那所以才是产生了这个有田烧 各位看一下这个有田烧 其实还有一个是伊万里烧 イマリ焼有没有的瓷器 上次也跟各位做了介绍 那是不过这个所谓焼物 焼物其实是遍布日本到处都有 也绝对不是只有说在九州这个地方才有 那为什么九州的 アリダ焼跟这个イマリ焼会这么有名 是因为朝鲜的这个陶瓷工 他们的手法经验非常的丰富 所以在那边是比较早发跡 所以他们还有一个是瓷土 这个土壤比较适合 在地缘上他们就占了一些地利 所以出产的一些焼物其实非常有名 但是这个到处都有 比如说薩津摩汉就有薩津摩焼器 瀉豆内海那里就有瀉豆焼器 然后你看山口县的哈里 哈里就有哈里焼器 大部分都是以当地的地名来命名的 大概是这样 其实很多啦 还有像湖甘县有一个Takatolyaki 也是很有名的 这些陶瓷的这个发展 其实对于绘画以及烧土陶瓷器 延伸到今天其实有很多这个陶瓷器 他们是这个透过贸易的这个管道 其实传到世界各地去 也这个让其他的国家了解到 他们陶瓷其实有一定的水平 像这个是薩津摩焼器 可以看得出来 那这个上色有没有 这个图绘都是这个手工的图绘 非常的不好做 时间要花很长 天马卡卡路 好那接着下来我们再跟各位介绍 生活文化 生活文化在我们的文化史的演变里面 其实是最大宗的 就是跟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跟日本人一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包括这个織物 这个资品 资物这个部分 还有造纸业 另外一个是酿造业 还有其实是在食品方面 其实各位知道日本是一个島国 那这个岛国余货量自古以来就相当的大 古代日本人的老祖先他们去捕鱼捕贝类 就开始靠海为生 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变化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职业的 这个所谓的職人就产生了 有很多人对这个職人都非常的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日本人 日本的文化哪里有特色呢 经常我们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那常常有人回答说 其实他们对一个職人非常的有感觉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事实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Miso 有没有 Miso 这是日本不可或缺的一个饮食 这个食文化 食物文化里面绝对不可或缺的 甚至于有人去采测说 日本人的寿命之所以会这么长 其实跟Miso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Miso跟长寿命是不是画上等号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给人有一个印象就是说 日本人如果没有Miso的话 在饮食文化里面可能撕掉 一块非常严重的事情 打个比方 比如说日本人离开了日本这个国家 去到世界各地 他可以一天不喝Miso Shiro 一个礼拜不喝Miso Shiro 那恐怕没有办法撑到一个月不喝Miso Shiro 大概就这样子一个 跟自己的这个食文化 深刻处合着 非常的密切的结合在一起 但是各位想一想 这个Miso的一个制造 它纯手工的一个制造 是非常费时间的 而且以现在2000已经014年了 各位回想去看看月有名的一些Miso的一个 制造的一些Mega他们的传承 至少都在100年以下 100年还算短的 恐怕是200年300年甚至400年以上的家传 都传下来 那不只是Miso 比如说一瓶酱油也好 一样的酱油 这个酱油也是一样 大有学问等等 很多的这个職人传承下来的一些手工的这个计划 其实是代表日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 那这个是对后面的日本人的饮食的生活文化 也非常的有影响的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另外 在折物这个部分其实有那个Asa Momen还有Kinu 这些东西 那因为这个其实啊 日本除了刚刚提的这个陶瓷 气的这个手工 跟朝鲜有关系啊 这个棉花也是从朝鲜这边过来的 棉花的栽培 棉花的棉布的一个制作 其实也是 这个其实都是地眼的一个关系的 那 另外就是印刷树 其实早期就有从葡萄牙欧洲那边传进来 前面我们已经在跟各位讲过了 纸张啊等等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Washi 核子流传到现在也非常的有名 在纸的制造业这个部分 其实日本也是领先很多这个国家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表示什么 各位看出来这个比如说 大阪的杂鱼场 或者是江户的鱼河岸 各位想到什么 我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岛国 所以他们抓鱼很容易 就是靠海为生 就是自古以来 其实他们就一直是海鲜类的这个部分的食品 是非常丰盛 那么靠这个海鲜 靠这个鱼类在做买卖的 很早就已经有了 比如说是很早一直发展到现在 大家比较有名的那个竹地有没有 Skooji 那个地方 那一个大的这个鱼场也是一样 那这个就反映出他们的跟海的饮食文化有关系的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很注重这个 在人多的地方 不要大声讲话 喧嚷他们会比较 压低一点 就是压低一点 他们会发现说奇怪 怎么吃个饭要这么多话呢 会很吵 但是日本人 他们不是说用餐就不会讲话 而是压低 不会吵到说去影响到别人这样子 这是他们的一个民主性 那如果各位到中国去的话 或者是到韩国去的话 那声音恐怕是在台湾之上 那么更热闹了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其实火灾很多在日本 为什么火灾很多 因为日本木造的房子相当的多 尤其是到冬天像这个时候 现在的北海道下雪下得非常的严重 那么所以一定是点一些头油 灯油之类的东西 那么晚上睡觉如果一不小心 就容易发生火灾 所以从历史上看起来 其实像日本火灾这么频繁的一个国家 其实也不多 所以日本人他们对防火这个部分 消防的部分其实是做得蛮好的 我附带一提的也许各位不知道 小学生 日本的小学生 经常老师都会问说 长大以后你要做什么 第一志愿就是当消防士 到消防士 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他不是要去当总统 或者是当什么大人物什么 他去当消防士 而且是小朋友年轻的最爱 年轻小朋友最爱 不容易 那你再问这个年轻的小朋友 如果是男孩子的话 他第一志愿大概就是说 我这一辈子希望能够到甲子园的棒球场 去打一次甲子园的全国的棒球联赛 那个是他们的you make 所以你看到很多小朋友 生下来可能两三岁 在大一点四五岁的时候 吵着要爸爸做什么 catch ball 要跟他丢球 就开始有买那个glove给他 就开始在玩棒球了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 所以这个也是进士的时候 他们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 事实上其实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木造的东西 这个是很严重的 那早期其实他们是有这个 就砍柴到森林去 这个就是对森林的保护不是很好 那后来有很多法令来限制以后 现在的日本政府反而好了 他们对自己的绿地保存得很好 所以大致上木材 基本上多半是不可以乱砍的 而且河川的这个保存 管理也做得很好 就是说你连钓鱼都不能随便去钓 你不能看到那个河川很干净 然后有鱼 然后就拿着鱼竿就要去钓鱼 那都不行 每一条河川 每一个这个地方 其实都有管理委员会在管理 那你要钓鱼可以 你要去申请 而且它有季节性的开放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随便便去乱钓鱼的 这个是他们对自然环境的一个保存 为什么 因为他们感受到 这个岛国而且他们资源非常非常少 如果造成环境的污染 森林溃乏 绿地不够好的时候 他们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他们是死了未及的事情 就是他们直领 就是山很多 可是早期的山其实是光秃秃的 很多 所以他们去直领 可是直了什么东西呢 直了一个叫山木 那个杰鱼 各位知道 可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 它会开花 开花以后呢 那个花粉会对过敏的人产生卡粉瘦 结果到最后非常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日本人得卡粉瘦的人很多 那个一过敏 所以那个Alleluia一来的时候 那鼻子简直是受不了 尤其是大家一开始不知道原因 后来查了结果就是 跟那个树开花的季节 所以有关系 所以最后去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 发现说这个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现在新的直领 大概就希望直那个不会开花的 或者是那个花不会有花粉去影响到 人的那个呼吸系统 但是大概也很难 因为那个东西是几百年下来的一个功力 不是短期之内能够完成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酒这个部分 我跟各位讲就是酒 其实从北到南太多了 我不知道有多少 但我看了一个数字 日本酒的种类至少在八千种以上 你到那个任何一个酒店去看 日本酒 琳琅满目 而且日本酒的酒的名字 都非常的诗情画意 什么大银酿等等 小银酿你看到以后 就想要喝酒的人 他其实就会去买来喝 这个到处都有很多水质 有两个地方 比如说那个福建 京都的那个福西密这个地方 还有 在神户有一个叫拿大 拿大滩 拿大那个地方 其实也是六甲山的水流下来的 所以六甲山有六甲的那个矿泉水 其实也是非常贵的 因为它是很有名的 但是拿大那个地方就是十几年前的 金板神大地震的一个震央灾区 后来发现那个地方光是地震 死亡 死亡的 伤的不算 死亡人数将近六千名左右 就是在那个灾区 镇阳那个地方 那个当然也是史料未及的 那等等 我想这些有很多跟一般人的生活文化 息息相关的东西就不断的出来了 那我们继续再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这个九十八页这个地方 经济为了急速的这个发展 生活文化它就会多样化 那经济之所以急速的一个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上次我跟各位提到的 在木番体制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叫做三金寇代 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我也讲过了我就不再说明 这个因为来来回回 这个一来一回一来一回 这个诸侯要到江津湖的江户去树子的时候 其实浩浩荡荡的 这个真的是一阵四十阵 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要吃要喝要住要生活等等 那么余工余思这个部分其实都造成日本活络的 活络的日本的这个经济 这个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代的一个文化 跟各位做一个介绍